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怎么样做包子 首先我们要发面 我们用中筋面粉1000克 清水550克 糖2克 酵母10克 首先我们把糖2克加到水里面 再加入酵母10克 搅拌均匀有后,放置10分钟 酵母的水加入面粉中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开始揉面了 揉成面团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饧面 这个基本上需要30分钟左右 洗面以后呢,取出面团继续揉 一直到表面光滑为止 揉好以后,我们要发酵大概要1个小时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肉馅 需要猪肉450克,把它剁碎了 然后一会加入姜末,差不多6克 虾肉250克,切碎了 葱白40克,切碎了 加入胡椒粉5香粉,各1克 鸡蛋1克 生抽15克 盐10克 然后加入6克的植物油,搅拌均匀 看,这时候肉馅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发面的情况 用手指在中间戳一个洞 不塌陷,不回缩 这时候面就发好了 现在我们取出面来,再次揉面 把面搓成条状 分成8等份 揉成小团 擀成中间厚四面薄的面皮 加入肉馅 加入肉馅 包成了包子 这时候呀,包子要放置在室温下,二次发面 差不多也需要等个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把包子放入蒸锅中 冷水开始蒸 上汽以后,蒸上15分钟 关掉火 关掉火 这时候不能马上打开盖子 不然的话,包子就会塌陷 好了,现在一锅美味的包子就做成了 好了,现在一锅美味的包子就做成了 哦,这样一个个小时 五个小时 并有水